朋友,我现在站在汉石高速公路早阳入口处,在复县连接处中心有一个雕塑,名字叫跨牛举世,讲的是早阳人刘秀骑着牛当上了皇帝的故事。 今天,我就带大家走进刘秀的故乡,一个叫地乡的城市,早阳。 龙飞白水,古地乡,桃红梅艳,新早阳,这是湖北省早阳市新推出的一句旅游宣传口号,这句话简单却涵盖了早阳独特的人文自然资源。 早阳市地处湖北省西北部,历史悠久,文化厚重,气候适宜,物产丰富,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乡,是中国的花乡,是著名的人文之乡,是六千年雕龙碑古人类遗址和九连敦战国古墓的所在地。 这三乡两股的人文资源和自然环境,使早阳成为一个赏人文,观花海,贫美食,享清闲,玩浪漫的旅游圣地。 早阳叫地乡,因为它是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留秀的家乡。 林秀湖北,人节地灵,许多优秀的人物都从这里走出,刘秀是湖北早阳吴殿皇村人,他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早阳度过的,从早阳起兵到做皇帝,他只用了两年时间。 他建立了东汉王朝,成就了光武中兴的大业,被明代思想家王夫之称其为允冠百王,三代而下的忠兴英主,被后世誉为十大明君。 毛泽东主席曾说他学历最高,历史上的皇帝唯有刘秀上过太学,最会打仗,最会用人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早阳的皇城后土育出了刘秀,那个出生时一历九岁,脚上沾着黄泥巴,喜欢种田种地的农村放牛娃。 那个上过王莽新朝全国最高学府的太学,收上书略通大义的刘文书,骑着牛也当上了帝王。 历史上,早阳人刘秀创造了光武中兴的辉煌。 早阳是刘秀的故意,有许多刘秀的故事和传说,是湖北襄阳早阳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。 襄阳打出了千古地乡的品牌,地乡源头早阳更是雷响了地乡的战谷。 汉字汉人汉民族,汉风汉运汉皇城,汉专汉娃汉文化,汉服汉装汉民俗。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中国汉城的中心广场。 中国汉城是汉民族的精神家园,是汉文化的核心地标,于2016年9月26日盛大开源。 汉城位于湖北早阳市中心,是一个集汉代建筑精华与古典园景观为一体的大型复古建筑群。 功能为影视拍摄,展示汉代文化,旅游观光,市民修协娱乐,弘扬佛学文化,完善城市功能等。 到汉城能让你跨越千年梦,重走万朝城。 体验汉文化,快来大汉城。 白水寺古建筑群,位于刘秀故里,早阳市吴殿镇,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 古称山林寺,相传刘秀在寺内饮水,突然井内腾起一条青龙,井水由黑变白,被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称语为龙飞白水。 刘秀秀称帝后,在此建造四清高庙,曾五次回乡祭祖。 刘秀去世后,其后人在四清高庙的基础上,修建了刘秀祠,又称刘秀庙。 明宣德年间,高僧真龙该以正殿共佛,以西偏殿祭祀刘秀,形成独特的人佛供奉布局,一直延续至今。 为湖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先后被列为湖北省级风景民胜区和国家3A级旅游区。 这又是一处与刘秀有关的3A风景区,无量祖式殿,又叫点像台。 据史料记载,刘秀冲林起兵,曾在这里招兵典将。 后人为了纪念刘秀的丰功伟绩,特在此修建无量殿,因其以装瓦为主,不用寸目,又称无量殿。 后又因武当祖师张三丰在此传道奖心,又称无量祖师殿。 在早阳,还有许许多多与刘秀相关的旅游景点,像板道景、滚河、白水园、太古泉等等。 一个景点,一个故事,一个故事,一个传奇。 厚重的汉城城墙,仿佛是在向人们诉说,地乡早阳的古风汉运。 白水寺的大殿,承载了太多刘秀与这座城市姻缘。 点降台的晚霞里,似乎还能听到刘家军起兵反莽时的呐喊声。 早阳,是刘秀的故里,是名副其实的地乡,是你品读汉文化,感受汉传奇的地方。 早阳又叫花香,是因为它有近百万亩的花果面积,是中国桃枝香和中国玫瑰产业与文化示范室。 阳春三月,当你漫步在早阳的乡间小道上,去大仙山寻间问道时, 那一山山一泊泊的桃花,玫瑰花,梨花,杏花,那一勾勾一笼笼的油菜花,豌豆花, 会让你迷花了眼,看醉了心,仿佛让你误入了仙山梅海桃花园的神仙境地。 有一种桃花园里好耕田,人面桃花两样红,玫瑰海里寻浪漫的感觉呢, 一个以生态休闲旅游为主的花香产业链正在形成。 2014年,早阳为了做大做强花香的文章,在3月和5月分别举办了桃花行和中国玫瑰产业与文化示范室接牌活动, 共接待20万游客,签约近20亿元,为打响花香的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草阳海地处大红山和铜板山之间,是历史上著名的隋藻走廊过境地,虽然有丘陵和岗地,但多属平原地带。 境内植被丰富,河湖交错,崇山峻岭,有文明侠尔的雄河风景区, 有国家森林公园白竹园寺,有道教圣地唐子山和大仙山,有楚文化的代表问明山。 可以说,从早北到早南,处处有风景,香香有亮点,是你不可不选择的休闲旅游观光圣地。 早阳还叫文腔,因为它是六千年雕龙碑古人类遗址和九连敦战国古墓的所在地, 是航天英雄聂海胜及许多优秀早阳人的家乡,人文资源丰厚。 早阳自秦建制,随人寿元年设限时,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 漢代科学家、文学家张衡称早阳为龙飞白水,松子神碑的宝地,素有古地乡之称。 据早阳古县日记载,早阳人自古不仅人性耿直,而且允故温良,出言有章,并善商古之事。 明代传奇小说三言二拍于世名言中,讲新歌重会珍珠山一章。 就描述了当时的早阳商古云集,勿尽其中的繁华。 文中那个义无反顾南下经商主人公的讲新歌,就是我们早阳人呢。 早阳不仅是出皇帝的皇城后土, 悠久的历史,透极的文化,聊开了许多文人默刻的情怀。 东汉著名文学家张恒,在其南东附中,圣赞早阳, 要珠光于白水,会久世而非荣。 唐代大师仙李白,在其由南洋白水登石基座中引导, 招设白水园,赞宇仁俗书,岛屿佳景色,江天寒清须, 目送去海云,心弦游穿鱼, 长歌静落日,成月灰田炉。 写出了地乡早阳白水源头, 长歌落日,龙家茅舍的田园风光。 洛宾王,韩玉,孟浩然,刘勇, 等许多古代著名文学家, 都曾为我们早阳,勇唱过,赞美过。 光武中心要荣光,龙飞白水看今朝。 如今,站在后继文化积淀上的早阳人, 又在向全国百强线的目标冲刺。 目前,早阳已形成汽车及其零部件、 食品、化工、轻房、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格局, 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, 全面实施工业新市、开放新市、 合力建设三大战略。 七大主要经济指标, 跻身全国百强行列, 并且是全国卫生、文化、科技、体育仙境市和双拥模范城。 地乡早阳正敞开热情的怀抱迎接你的光临。 访光武故里,请您来地乡早阳。 由人间仙境,请您来花乡早阳。 寻人文厚土,请您来文乡早阳。 地乡早阳,欢迎您。